大家看在這裡喔 他說向來A和向來B的甲角是120度 向來A殘度C 向來B的角色殘度是幾 4 好不好 他說T為時數 求這個式子 好不好 他最大值是多少 好不好 OK 求這個最小值 抱歉 求這個T被向來A加上兩倍 向來B的角色最小值怎麼算 老師一直在強調像這種題目 是不知道坐標 不曉得 是不知道向來A坐標 不曉得 知不知道向來B的坐標 不曉得 不曉得坐標怎麼辦 麻煩你用平方觀念把它爆開 好不好 這時候我是可以用乘法公式 先把它平方好不好 A加B的平方 乘開自己 A平方 所以T平方 乘上向來A奇略值的平方 對吧 老師講過嘛 我們現在碰到平方加什麼值 取對值 加上2AB變成4T 1 線量A DOT CNB 加上B平方 4倍了 線量B的角色 幾次 2次 起到這邊之後 這個東西是幾 1 這個東西線量B的角色是幾 4 所以說我這時候 我只要把線量A DOT CNB算出來 是不是 好了 所以說這邊 我必須要先把線量A DOT CNB算出來 它的線量A的長度 乘上線量B的長度 乘上夾角四幾度 120度 對吧 所以把它帶進去 1 乘4 考上120度四幾 負起 1 2 所以 乘起來這東西四幾 52 這樣不行 所以說 線量A DOT 線量B乘起來四幾 乘2 所以說把它算出來 來 把它帶進來 線量A 解釋1 1 2平方1 T1平方乘1 T1平方 這四幾 乘2 乘起來變-87 加上 增重器四幾 42平方 16 16乘4 64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所以說我今天要求它的最小是什麼 我先把它配一番 行不行 它可以配成 T-42平方 再加幾 48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對它而言 定它為言 單T等於4的時候 這整個四十的最小的四十幾 48 對吧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單 T等於4的時候 對吧 這整個有平方的最小的四十幾 48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T倍的線量A 加上兩倍線量B 是最小是A 把平方拿掉 它最小就是 根號 48 對吧 所以算出來是 4 根號 3 這樣可不可以 OK 把這邊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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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n